走进南庄老街 这一座南庄大戏院 总是会让游客停下脚步 因为好像掉进时光隧道 铁马广告箱 老电影海报 连戏院里头也全部都是老玩意儿 这都是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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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如鼠佳珍 这全都是他的收藏 虽然现在戏院变成餐厅 但是一样放着30年前的老影片 就是这一股怀旧风 让许多游客特别造访 人来人往的小巷弄 就是南庄有名的桂花巷 走一趟能寻宝 更能感受南庄人的热情 通通要你免费试吃 吃的是南庄客家的腌渍物 酸酸辣辣很下饭 游客很感兴趣 还有南庄桂花酿也能品尝 周休二日让游客可以放松心情 我就觉得这边就还蛮轻油的地方 就不像一般都市就是 就是都是那个高楼大厦 然后就是不这么吵 这里的美食小吃 也让许多游客一吃成主顾 像是这间老面店 开了五十年 经常坐无虚席 因为面条大有来头 它是南庄著名的手工面 它的面比较Q 然后跟一般那个圆的面条 比较不一样 老板娘双手不得闲 因为她的面条有嚼劲 口感很特别 再加上酱料也有风味 大谷熬成的汤头 也常让游客一碗接一碗 除了桂花像 也可以到喜山坑 感受当年客家妇女 边洗衣边化家常的情境 除了现代与传统融合的 永昌宫之外 南庄百年老游局 块木打造的和风建筑也别错过 在台湾的话只有两栋 一栋是在我们南庄 另外一栋就要跑到坐飞机 或坐船到澎湖才看得到 拿着明信片 还有提供游递服务 让游客可以记录游玩的好心情 南庄有美食有景点 周秋假日到南庄 能够放慢脚步 也能感受客家风情 一二三 耶 旧海布里的色彩 是南庄的流金岁月 手工面中的脚签 是客装的美食缩影 榴莲桂花像洗山坑 这儿的风情 堆叠出我的感动时刻